小孟方大主廚 今天要幫大家介紹 宮寶雞丁 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有 來 一點點的水 把鍋鑽倒出來 就這樣 有淡淡的一個乾辣椒的香味 還有更濃郁的一個花椒的麻味在裡邊 我們的雞丁這邊呢 一樣的道理 我們用腿仁 皮帶肉 我把它切成大顆粒狀 大概像兩顆葡萄的大小 放一點點的雞丁裡面 這裡頭倒一點點我們的 隨便什麼油都好 調和油什麼任何油都好 這個就拌一拌 讓雞丁來吸收 那麼開大火以後呢 調和油放一點點進來 我們現在切好的雞肉 我們就放進來 來 我把乾辣椒放進來 那麼乾辣椒把它炒到油漫油漫 膨脹了以後有沒有 這個蔥 剛剛的這一個調味料 來 注意看 燈燈燈燈燈 小莫是沒有爆香的 我們這樣拌進來就可以了 頭倒 公寶因為有了它 就更深色了 鎮港熱炒系列公寶雞丁完成了 快速方便 風味絕佳 料理零失敗 小莫方 鎮港熱炒系列 都給你剩一拌一拌 每一天都是不一樣的豐盛喔 炒熱每個餐桌時刻 小莫方鎮港熱炒系列 雞 Wednesday 雞 雞